中央电视台 高韩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这场比赛啊 达到现在这个环节 其实双方运动员都是第三场了 我们之前也说过 在奥运会的混双较量上 要想拿到冠军 一共要经过四场球 那么现在呢就是倒数第二关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 新生代力量和我们国拼的 中生代力量之间的一个对决 王楚清和王曼玉这一队呢 是在第一轮当中 4比1战胜了余子阳和穆子 那在第二轮当中是4比3 险胜了徐晨浩和王以迪 哦 漂亮 樊枕东和陈梦 两个人作为这次赛会的头号种子 第一场比赛 4比1战胜了张瑞和曹薇 第二场比赛4比2战胜了梁静坤和顾玉婷 观众朋友们看到的 王楚清跟王曼玉呢 是一左一右的这个搭档配合 一左一右呢 他有着这个走位上的这个便利 和视线上的无折档 这样可以达到就是 两个选手都可以两面发力 同时就是可以发起进攻 那么陈梦跟樊振东呢 属于是两名右手选手 在双打跟混合双打的配合当中 两名右手选手 那么他们的这个走位 跑动的这个范围要大一些 陈梦和樊振东 两个人呢 是在15年的亚锦赛当中 有过一次搭档 两个人当时是拿到了 亚锦赛的混双冠军 那王曼玉和王楚清 去年是在德国公开赛当中 拿到了亚军 当时他们还战胜了 中国香港的黄振廷和杜凯勤这一队 哇漂亮 反手非常的先进 防守当中是带着进攻的 其实现在场上的这个两队的混双搭配 都不算是中国队的一个固定搭配 以往的这个混双 王楚清搭的比较多的是孙颖沙 王曼玉呢 是跟林高远有过合作 而且这两队其实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突然的偷偿 对这个球王楚清发的非常聪明 从余光看到这个樊振东要侧身 所以变换了落点 第一局11比4 王楚清 其实现在都是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主力运动员 那么大家看到的是 其实我们在一张球台上要使用15个机位来保证英眼的挑战 今天的比赛当中已经陆续出现选手来使用这一项自己的权利吧 好 接下来是第二局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刘伟老师可能对王楚清的考验有一些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混双的比赛当中主要还是去考验男选手的这种得分能力 漂亮 反拉冲直线 这个不仅是考验王楚清 还有这个樊振东 我们看樊振东在第一局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是有一些慢热 投入进入到比赛中的这种状态 还是有一些慢 漂亮 然后台内的拧冲直接得分 打双打比赛呢 发球接发球一定要非常的隐秘 打双打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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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名选手广大球迷都非常的熟悉 从单打的个人实力上来讲 这个能力非常强 但是这个双打跟混合双打 需要两个人配合默契 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王浩 现在是樊振东的主管教练 陈梦接发球直接是挑了一个正手大角度 还是在控制直接批长反正能反拉 这是一个穿直线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最后是一个穿越球 从这个球网的外侧然后再跃到台内 也看得以太守突则 望突然以近年约我所记载个人 前面对合重非常好 好的 他看到斗地感的效果 宜 Bash com渐冲进〔南竞车里面 ter 18社币 395‑ Honorary 6块 六个东京 刚才讲了6个ajeva 模拟比赛就是模拟6个东京的6个方面 但是最终我们要达到的 sole 就是给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员 能够有一个奥运心理东京感觉 刚刚这个发球的轮次 梵振东两个接发球 其实第一板上手的质量都不算太高 所以都被王楚清两面反拉反冲 追到了6比6 今天开局阶段 开场阶段 两名小将还是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 那么对于梵振东跟陈梦来讲 他们两个人作为两个右手运动员 他需要跑动范围比较大 给他俩的难度 就是每个人回球的落点一定要严密 如果说落点不严密的话 那么就会被对方调动 那其实现在在国际拼团上 目前我们觉得有希望参加 东京奥运会的混双选手 两个右手配的并不多 现在只有这个我们很熟悉的 中国香港的黄振廷 杜凯勤 他们是两个右手搭配 像王楚清和王曼玉这种 男生是左手 女生是右手 有点类似于中国台北的 郑一静和林云如 快逼底线 樊振东反拉 这球没上台 有点可惜了 有点可惜 其实最后王曼玉已经失位了 10比7 樊振东陈梦局点 回白在控制 又是一个反拉 这样11比7 樊振东和陈梦扳回一局 双方目前打成1比1 今天晚上的半决赛 感觉场上的四位运动员 进入比赛状态都还挺坏的 但是就是可能自己打 这个精神面貌 场上的这个斗志 还不太好意思释放出来 那试想如果说对面 在奥运会比赛当中 半决赛对面是这个国外的选手的话 那这个估计这个 这个会充分的调动 我们的5个月的集训 从卡塔尔到澳门 再到现在的海南灵水 男女一起合练 其实让混双之间啊 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搭配 萧一本 one up 这个一般男选手都是这个反手拧拉 我们看陈梦还有一个调打 反手调打 在这 现在是第三局比赛 现在已经使用了两个都得分了 还是在继续控制陈梦上手 王初心这个球反拉没有上 哦 这个球切得好啊 嗯 这个借势 借着对方的这个旋转 机球的左侧位切出了一个下圈球 像以前马林的这个纸板推挡 切这板狐圈球 都能切出短球来 哇塞 这个球就有点像 有点像玩球 但是对手上感觉要求非常高 好 今天的四位运动员准备的都是非常充分啊 对方一旦上手之后 我们看到王曼玉和陈梦 其实都是在进台做这种连续的快带和补板 那这一板球 又是调打得分 这个调打就是台内的进攻能力 嗯 陈梦要比王曼玉要强很多 3比5 黄曼玉发球 是在控制短球 陈梦上手 好球 这个从走位上就能看出一左一右的这个便利条件 没错 非常的流畅 两个人各自守住球台的一角 都可以展开进攻 这样王曼玉和王楚清是追到了5比5平 漂亮漂亮 嗯 那么现在通过这两个球可以看出来 樊震东跟陈梦在进攻时候的这个落点啊 现在要有所调整 嗯 我们看刚刚陈梦的这本带 其实在中路啊是王楚清侧身比较舒服 能用上正手的位置 嗯 两位小将连得4分 将比分反超 作为陈梦跟樊震东一定要抓住王曼玉的正手 先从要打动他们 首先这两个一左一右 本身他站在那很稳定 嗯 如果说想打调动他们的话 那首先要给到王曼玉的正手之后 凶给王楚清的正手 让他们也动起来 对 都是相当高质量的对决 其实打到这种多回合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 在混上当中男女的分攻 男选手的站位普遍是更 偏中远台 主要是对拉 两位女选手呢在进台 用速度去压制对方 让陈梦的反手快带斜线 将比分追平 现在7比7 7比8 7比8 8比8 6比5 9太好 4比5 3比5 8比6 3比5 4比5 8比5 5 1比5 7比5 8比6 全都打开了 八比八平 控制一个正手小三角 陈东这个球做球做得好 给了樊振东反拉的机会 对 这个 女队员如果说在发不了力的情况下 一定要多给自己的搭档创造机会 创造进攻的机会 重要的就是回球落点 控制住对方 不让对方发力 你才有你自己搭档才可以发力 九比九 我们看第三局到了这个关键球阶段 这局双方的比分也是一直交替上升 咬得非常的紧张 陈梦发球 直接上手拧 再防回来 十九 王曼玉的站位相对于陈梦来说 感觉要更靠后一点 对 有一点远 他还是要坚持静态 才有这个坚持静态的优势 这样樊振东和陈梦拿到局点 好 揭发球不错 倒地的反拉 好 这样连得两分 樊振东和陈梦是拿下第三局 现在双方打成二比一 嗯 陈梦 那么就像男队团体赛 我们模拟出十六个团体 对过后双方打成二比一 第四局 陈梦发球 有三局 有四局 就是上场上的四位啊都是超一流的选手 大家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 有的时候就是要看最后的八平九平之后的关键分 在回摆 现在感觉在小球的控制上面 两位中生代的樊振东和陈梦要显得更胜一筹 还是从短球打起 又是快批底线 第三局拿下之后 我看陈梦跟樊振东的士气马上就不一样了 前两分球跑步检球 包括现在的大胆批偿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 4比1 4比1 好球 对于王楚欣来说 他是左手 他的反手这条斜线其实围得非常舒服 如果说这个位置站定的话 王曼玉跟王楚欣这个球是非常有实力的 是 所以就是这个樊振东跟陈梦如何调动对方 在调动对方上做文章 3 唔 6 3 4 4 4 3 4 不准备 裁判警告了 发球抛球不值 反拉承蒙快带 好 王曼玉这个站位 你看 就是在前面 以打落点 创造机会为主 有机会再拉开手 去跟对方对拉 如果说一开始就站在中远台打的话 这个球就等于是丢掉了他的优势 漂亮 前一分是摆到王楚清的正手小三角 紧接着陈梦上手 这样就两个正手位置 把王楚清和王曼玉拉开了 直接判发球 直接判发球 背后 被判发球 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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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裁判好像是觉得这个球有折挡 槍珍峰 你不认为 这球不进行 探战 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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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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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今天上午的BC当时那一分 就是直接判掉了 我们来再看一下陈梦的发球 共同的形成鹰眼系统 现在我们现场的大屏 已经出来了这个鹰眼系统的回放 高度不够吗 那根据规则呢 这一分应该是双方在重打 然后陈梦依旧 樊振东这边是拥有两次的发球机会 两次的挑战机会 我觉得可能对于运动员来说 还有一个需要去调整的 就是一旦在场上 包括东京奥运会 如果我们用到的挑战 或者对方用到的挑战 中间可能有一到两分钟的空场时间 怎么去维持自己的这个肌肉的热度 怎么去保持比赛的状态 站太远了 自己都说站太远了 现在王曼玉王储钦比分反超6比5 这个你看吧就是比赛的节奏 一上来4比0 樊振东陈梦领先 那个士气正旺的时候 结果有这么一个球 这样一个小插曲 一个小插曲之后 整个的这个节奏 现在就好像风向变了 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觉得针对挑战 尤其是场上的这个挑战 暂停的时间 可能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准备 因为可能不排除 有的这个队伍 他会战术性的去挑战 5-8 5-8 5-8 6 8-6 5-8 Continue play 8比6 還是要控制五位失誤 9-6 感覺梵震東接這一輪次接王曼玉的球其實不是特別能對得上點 反拉的失誤比較多 球比較輕 借不上力 所以有的時候在混雙比賽當中對男運動員的考驗還來自於怎麼去適應對方女運動員的球 再回擺控制 陳萌批長 8-10-8 這個球是他們在前面那一輪次贏球的主要得分手段 也就是陳夢批到王曼玉的正手 王曼玉只能拉高調 這個時候的梵震東能夠鎖住他那幾個落點 還是陳夢批給王曼玉正手 這一板王楚清的反手的反拉做得好 這樣11比8王楚清和王曼玉是有扳回了一局 嗯 這個乒乓球比賽在戰術的使用上 你是主動的變化中使用的這個球的話 它的效果 你像陳夢8比10再批對方正手的話 那就是被動的在使用這個戰術 他收到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我們31到55之中 我們中國隊一共是丟了5次混雙冠軍 那麼從31到55屆 基本上大部分都在中國選手的 這個都被中國選手收入囊中 現在呢混雙也是第一次進入到奧運會的這個賽事的大家庭當中 所以說其實所有的國家和協會都會對這一項的乒乓球的手筋充滿著期待 確實這個88年乒乓球這項運動進入的奧運會的時候是4塊金牌 男女單打和男女雙打 從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這個改成了男女團體和男女單打 這個自東京奧運之後就開始乒乓球有5塊金牌 那麼在東京奧運會當中呢混合雙打這個項目是新介入 並且呢是這個手筋 陳夢的這個防守啊是帶著攻擊的去防 是發了力的去頂 嗯 嗯 盤發球了 因為在前面的時候 呃 是 警告了王楚清一次 嗯 他們也提出挑戰 嗯 還是 呃 裁判覺得是不值 呃 不值 還是判這個回拋 現在是第五局剛剛開局的階段 那其實呢在東京奧運會一共是有16隊組合參加混雙項目 截止到目前為止呢 呃 一共是有7個國家和協會是確定了這個混雙的參賽人選 那在中國隊方面目前我們爆的是許昕和劉詩文這一隊呃 呃 其他的9個名額呃 呃 呃 剩下的9個名額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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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通過這個周季的 预選賽啊 周季预選賽的混雙冠軍將獲得名額 以及國境拼聯的混雙的排名 那麼目前確定混雙資格的7隊組合 除了許昕劉詩文之外呢 還有大家很熟悉的水谷笋 伊藤美成 呃 林云如 鄭一靖 弗蘭西斯卡 索爾加 黃震廷 杜凱琴 以及非洲的奧馬 梅西里夫 另外呢是加拿大的張默和尤金王 我們現場啊是給到這個 英言挑戰大屏幕的回放 可能觀眾朋友們看不到 給出的這個回拋的角度是42度 那麼說明王楚清的挑戰失敗 啊 這個發球是直接被判走一分 排名敗 種這些 其实这一次的整个模拟赛 裁判从执法的角度上来说 是收得比较紧的 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是是非常好 这方面也是确实模拟了 这个东京奥运的这种感觉 一旦在比赛当中裁判这种判法 会影响在场上比赛运动员的心理 比如说像伦敦奥运会 丁宁的发球的判法 当时对他的影响就非常大 4比5 是王门玉发球 是台内在控制 双方现在都很注意 前几版当中这种台内短球的控制 都是尽量去避免对方上手 漂亮 这个球被樊振东逮个正着 虽然拧的质量很高 但是樊振东已经等好了 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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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 7,6 5,6,5 7,6 7,6 7,8 7,7 7,8 7,8 7,8 这球 门宇去接樊振东的发球 打一个 这个球陈梦想要上手没有拉上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这样王楚清和王门玉是拿到第五局的局点 强强对抗 这也是樊振东的特点 就是对方发力的情况下 我能够以暴制暴 我比你更发力 还是在摆短陈梦有机会上手 哎呀可惜了 这一分当中樊振东啊 扮演了肖九球手的角色 连销两板 还是两个人的这个站位 这个有一些这个问题 是 尤其是感觉打到相持阶段 双方都退下去之后啊 这个右手和右手搭配之间的轮转的问题 就能够显现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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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对凡震东跟陈梦来讲 的一份一份追了 没错 把这个时候可以放手一搏了 好 太 Представado 裁判觉得这个球是被肩部遮挡 对应该还有一次挑战机会 再次的挑战 现在都是对运动员这个模拟考当中 再给他们出难题 一定要去首先是合理的利用规则去挑战 其次呢就是怎么去利用挑战时间的这个空档 还有就是怎么去平复自己的心情 好我们场上的场馆内的大屏 大屏已经出现了这个回放 还是挑战失败 这样王楚清和王门宇也没有再挑战的机会了 王门宇也给自己的队友打气 这个球最后是推了一个正手大角度 本来想挑的 最后看到陈梦的站位 推调了正手的大斜线 再回来 好球 这个混合双打的这个配队一旦形成相持之后 一旦跑出去 赶快回味还原非常重要 这个还原是一个意识 非常的硬啊 所以这是对梵振东的这个第一本揭发球弱点还是提出考验 因为王楚清跟王曼宇两个人 他们的这个综合能力非常强 两面的实力非常平均 哇 还是拧这个点 坚定不移 很执着 所以这个球不仅是在比技术还在比胆量 是 其实双方都在互相的揣摩心理 可能对王楚清也觉得下一个落点是不是反正都要有变化 对 所以这就是乒乓球的斗智斗勇 6比6 出台 出台了 出台 好 来 作为梵振东来讲 南双是跟许馨配对 她对 她跟左手的配对 她的站位就跟陈梦配对的站位是不一样的 更能释放她自己的两面发力 跟右手配对呢 这个走位还不是很顺畅 所以有一些这个中台的这个进攻 就受影响 刚刚这个轮次发球不好 让王楚清是接发球连得两分 两个暴冲 速度很快啊 双打的节奏 这样就是三分 都是在发球接发球的环节 9比6 好球 漂亮 其实陈梦和樊振东的综合能力 很强劲 这球反正都没有拉手 直接带了一把 背水一战了 陈梦发球 漂亮 这个球拧得比较巧妙 他的时间晚半拍 慢半拍 但是呢 有一个黄拧的这种感觉 这样呢 王楚清和王曼玉是拿到了赛点 现在场外刘国正指导叫暂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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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王曼玉和王楚清4比2战胜了本次赛会的头号种子 樊振东和陈梦进入到决赛 现在场外刘国正指导叫暂停了